你喜欢购物吗?买买买能给你带来快感吗? 你有想过,疯狂剁手也是一种病吗? 在英国,患强迫性购物障碍的人多达800万 只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认为自己有病 买买买就是个人爱好,怎么能称得上是病呢? 30岁的小迪是个购物狂,他每天不是在购物,就是在去购物的路上 小迪家有个占满墙壁的衣柜,里面塞满了出自各个设计师的名贵珠宝 还有鞋子、衣服、包包、香水 随便拿出一个就价值两三万人民币 如此看来,小迪肯定非常有钱 但事实上,他的收入来源就是每周交出的500英镑 还有和父亲共同经营的一家餐款 这些完全支撑不了他的富门购物 所以,小迪办了许多信用卡 现在已经签款7500英镑了 购物对他来说就跟生命一样重要 小迪有很多包包,连标签都没拆 他只是看到就想买,不买就心情不好 最近,他还打算贷款买辆新车 尽管他已经有辆车了 小迪并不觉得透支金钱买车有问题 因为就算不买车,他也会用那些钱买衣服 总之就是存不起来 如果说小迪的失控是追求时尚和新款 那担心妈妈伯尼就是特价失控 只要看到打车的商品,他就根本走不动道 现在,伯尼家已经有一千双特价鞋了 蜈蚣大概都穿不过来 像这三双鞋当时只要10英镑 伯尼就一口气买了9双 买到特价商品时的快乐让他非常上瘾 尽管为此,欠下了6000英镑的贷款 但伯尼还是觉得很划算 他将便宜货填满了生活的方方面面 也把自己的知识需求隐藏了起来 不过像小迪和伯尼这种 只要商店关门就没法剁手了 不像另一种网瘾购物房 可以通过网络夜以继日的买买买 56岁的迪恩神秘网络轻拍 他每天花在电脑上的时间长达8小时 比跟妻子在一起的时间还要长 如果拍卖是在凌晨4点结束 他甚至也能熬到凌晨 每天能买二三十件乱七八糟的商品 包括棉花鸡堂,太阳镜,手表,衣服等等 还有各式各样的吉他 实际上他之前还参与过一艘船的竞标 不过好在没赢 竞标时的快感是敌人最享受的 他觉得这类似于赌博 看到别人家家,你自己去想家 这样的兴趣爱好多少影响了伯尼雅的感情 毕竟他已经欠款15000英镑了 相当于12万人民币啊 购物占据了他的大部分生活 家里的东西多到堆不下 敌人还专门买了新的大房子装杂物 可结果还是一片混乱 成癮症方面的专家认为 强迫性购物想要治疗 必须嫌弄懂病人之前在人际关系 及处境方面的痛苦 这样才有机会改正 于是主持人打算深入了解一下 这三个家庭 小迪是个被溺爱着长大的女孩 从小,无论她要什么东西 爸爸妈妈都不会拒绝 他们经常带小迪去商店购物 没人阻止过他编买 也没人说他买太多 所以小迪才成了如今的模样 但这些在小迪爸爸看来 都不算什么 其实小迪已经意识到 光光的购物是会失去自我的 但他不知道有什么可以替代购物的快感 除非以后他生了孩子 因为他觉得 比起购物自己会更爱孩子 小迪的购物成瘾 本质上是孤独的体现 他依赖父母逃避长大 他又渴望结婚生子 在这种矛盾下 他选择了购物来填补空虚 如果有一天 小迪准备好离开父母 独建自己的家庭 或许就不会疯狂剁手了 可在那之前 他应该很难改变 如果说小迪的购物 是渴望留住熟悉的东西 那伯尼就是想逃离 他的日常生活 但如果我没有骂自己 就没有人会骂我 所以我应该做 对一个单亲妈妈 伯尼无疑是寂寞的 所以每次出门 她都会被折扣和砍价吸引 回家时 又拿了一堆并不需要的东西 这些杂物在弄乱 她的房子和生活 于是主持人建议 让她每次出门前 都写一份购物清单 只买自己需要的 可这对伯尼来说毫无用够 她还是不自觉地 想去逛这座店 对便宜货根本没法视而不见 所以主持人又想了个方法 帮她收拾收拾房间 俗话说 家的状态就代表你的思想状态 如果把伯尼的杂物清一些 她的精神状态 说不定也会好一些 光是一个小花园 两人就清了整整一辙 只是旁边的小屋 她一直不太感动 因为那里全是婴儿用品 之前 伯尼曾流产过一次 那些都是在流产前 她为孩子准备的 这件事 也成了她的心定 但她今天决定放下了 看着成堆的杂物 伯尼有种卸下重担的感觉 她也终于意识到 自己原来浪费了这么多钱 开始结束后 伯尼的购物欲下降了不少 但她还是会买一些特价商品 还在空档的花园里 安了特价小座椅 李渊这边 同意把购物APP删除三周 看自己能否适应 一开始 没有网络 确实让她焦利万分 但她也有了更多时间 和妻子逛街约会 所以也不是那么难以忍受 李渊年轻时是流行明星 她存了许多过去的光线海报 明星光芒暗淡后 就开始在网上购物 填补空虚的生活 赢得一轮竞拍 对她来说 就像赢得掌声一样 三周时间很快过去 李渊真的什么都没买 因为她会偷偷去逛网站 但最终也没出嫁竞拍 李渊买下的东西 有许多都是因为过去的回忆 比如吉他和豪车 她沉迷于过去的生活方式 但现在她终于意识到了这一切 她试着扔掉了许多杂物 以前快递一来就高兴的大叔 现在连快递都懒得拿了 停止网络购物后 迪恩仿佛找回了真正的自己 他和妻子的感情也越来越好 强迫性购物症 其实就是伪装成无害的成瘾病 人们用它来对抗 潜在的不快 就像西安赌博那样 而这种病 只有当购物狂们自己意识到 并且理解正是自己的购物原因 才能真正摆脱 让生活恢复正常 我是拉环 观众人见一拉罐 带你看更多不一样的人生百态